母亲抱着身患重病的女儿向豪宅冲去 她打碎玻璃 将女儿放入医疗舱 经过身份扫描 没意会就将女儿的疾病治疗好了 重新站立了起来 但这种医疗舱 只有富有的资本家才能享用 他们是来自穷人区的偷渡者 很快就被巡查的机器人抓捕去里了 原来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可以使用私人医疗舱治疗任何疾病 但这种服务仅存在于上层的极乐空间 只有极少数精英分子与资本家可以在上面生存 他们掌握着99%的财富 穷人则生活在破烂不堪的地球上 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只能拼命打工服务于上层的资本家 很多人拼命一辈子 只为获得一张能够上去的船票 无数偷渡者尝试前往 结果都是被钱送回来 男主从小就生活在穷人区 一直渴望将来能够飞上去 但20年过去了 男主还是个普通的打工人 甚至随意说错一句话 就会遭到来自机器管理者的毒打 他的左手也被打残 当他去医院看病时 却无意遇到了年少的青梅竹马芙蕾 男主很是惊讶 想起了曾经年少时 曾梦想着一起去极乐空间 而如今依然是个打工人 就在这天 男主在为机器人维修时 舱门被底座卡住了无法关闭 主管担心影响工作进度 命令他进入里面进行维修 没有办法的他只能硬解进去 可不料意外发生了 他刚一动卡座 门就自动关闭了 男主被困在了里面 甚至遭遇了里面的核辐射 事后他被机器人拖了出来 关在了一间密室 而他的五脏六腑已经开始衰竭 活不过五天 这是工厂的老板卡莱 生活在上层的极乐空间 本来是下来督促生产进度 当看到男主出事后 也是漠不关心 这是不是很贴近现实 丝毫不关心病人状态 反而一脸嫌弃 而后让机器人给了他一瓶药 这也只能保持他最后这五天 不会那么痛 毕竟对于极乐空间的资本家来说 穷人的命或许不是命 他们有病可以很快治疗 而穷人只能忍受 但男主还不想就这样结束 他还想前往极乐空间 在好友辩子哥的帮助下 男主找到了黑客蜘蛛 一个具有伪造极乐空间身份的技术牛人 甚至有办法偷渡到极乐空间 蜘蛛看着他已经命不久已 决定帮助他一下 但有个条件 窃取工厂老板中的大脑记忆 原来那个资本家的大脑中 有着极乐空间的运行规则代码 那份数据可以卖出很大的价格 男主想了想资本家刚才丑恶的嘴脸 决定与蜘蛛合作 与此同时 极乐空间的国防部部长金发姐 为了让自己成为总统 找到那个资本家让他修改机器人代码 并许诺给他200年的续约合同 在利益的诱惑下 他修改了运行代码 并将其储存在了自己的大脑中 为了防止数据被窃取 设置了一道自毁程序 任何人只要试图盗具使用 当事人的大脑就会被控制隐恨吸引 而蜘蛛这边正帮男主进行身体改造 男人身体安装上机械动力骨骼 各种螺丝直接打入身体 脑袋上植入数据收集芯片 再给装甲设定好程序 伸出手臂 打上极乐空间的身份印记 男人瞬间变成了超级战士 并且拥有了富人区域的身份 再搭配上致命武器 看着资本家正乘坐穿梭机 返回极乐空间 男主找准时机 向他发射了一枚定向爆破弹 随后向下滑行坠落地面 好在资本家还活着 他大脑中关于极乐空间的代码数据还能提取 青发姐此时也得知了情况 为了防止他的大脑数据被窃取 派出杀手丧彪带人前去营救资本家 而男主这边 很快找到坠机区域 但不料 遭到了资本家机械保镖的攻击 队员也遭到损失 最后男主向机器人来的连续射击 将其彻底报废 随后几人立即找到资本家 切开飞船舱艇 可就在这时 又一个机器人前来攻击 双方再次陷入混淡 却不料意外打中了资本家 面对机器人强大的战斗力 男主利用自身机械骨骼与其近身搏斗 几番摔大侠 将其撂倒在地 然后拧下机器人脑瓜子 几人趁资本家还有气息 他们将接口连接到男主大脑中 将数据传输了过来 却发现数据是一堆乱马 而就在这时 丧彪带人驾驶飞机前来抓捕男主 双方再次陷入战斗 战友纷纷倒下 而男主也在争斗中被丧彪刺伤 丧失了战斗力 危急时刻 好友辫子哥背后射击了丧彪 但最后也被其杀害 男主则趁机拿起武器 猛烈地向丧彪发起攻击 不料丧彪有护盾保护 可就在这时 更多的特工赶过来 男主只能先行逃跑 金发姐这边发现数据已经被男主拿走 便下达了禁飞令 所有飞行器将无法前往极乐空间 并全程搜捕男主 身负重伤的男主已经无路可去 找到了青梅竹马弗磊 在他的帮助下 男主很快恢复好了 而弗磊也发现了他身上极乐空间的身份嘛 希望他能带自己的女儿上去进行治疗 因为他的女儿得了癌症 只有极乐空间的医疗舱才能拯救 男主虽然很想帮助 但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 因为他自己现在也已经自身难保 实在没办法再带一个人上去 就在男主刚离开他家 就被丧彪发现了 男人掰下到车镜 小心观察 不料还是被巡视的无人机发现了 随机向其摄像头砸去 然后趁机迅速逃跑 来到了黑客蜘蛛这里 督促他尽快将自己送往富人区的 极乐空间接受治疗 但蜘蛛却表示 现在空域已经被金发解禁飞了 谁都飞不了 男主瞬间崩溃了 眼下他的生命仅剩几个小时了 但这也说明了男主大脑中的数据一定很重要 蜘蛛插入男主大脑数据接口 经过分析发现 这居然是极乐空间运行规则的重启代码 只要有了他 就可以让所有人前往富人区的极乐空间 再也不用遭受疾病折磨 不过这个程序破解还需要时间 但男主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现在只想拯救自己 拒绝配合破解 既然自己如此重要 不如用这个威胁极乐空间的人 随后他主动在无人机面前暴露了自己 用大脑数据换取医疗仓的治疗 丧彪答应了他 可当他看到弗雷也被劫持在这里后 内心非常自责 原来当时在男主逃跑后 丧彪很快就找到弗雷 威胁他说出男主的去向 便将其带走了 为了防止对方不守心路 男主手里一直握着手雷 没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极乐空间的上空 可就在这时 丧彪他们试图抢夺男主的手雷 在争夺中 手雷掉落发生爆炸 丧彪也被炸得面目全无 穿梭机也坠落到地面 男主为了帮助母女俩脱身 自己与特工纠缠一起 最后被电云抓了起来 而弗雷则趁机抱着女儿 快速向豪宅里跑去 将其放入医疗舱中 但由于没有身份马 并不能启动治疗系统 而就在这时 特工也追了过来 就算弗雷苦苦哀求 依然被电云带走了 而男主这边 正被金发姐的人捆绑住 试图将其大脑中的数据提取出来 危急时刻 男主利用身上的机械装甲挣脱束缚 然后准备去拯救弗雷他们 与此同时 脸部被炸毁的丧彪 居然利用修复技术将其复原了 而此时的丧彪也有了新的想法 受够了被金发姐支配的命运 或许这就是难以逾越的阶级差距 不如自己来拥有这一切 于是丧彪趁其不意一刀下去 直接了解了金发姐 决定利用男主身上的数据 让自己成为极乐空间的管理者 这样就不用受制于人 随后他为自己也安装了一身机械装甲 并干掉了多个管理部门 与此同时 蜘蛛这边也趁机来到了极乐空间 男主通过监控画面与他们取得联系 希望他能利用数据重启极乐空间系统 让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这里的身份 随后男主找到弗雷母女 将其拯救了出来 让他们先去医疗舱等着 并答应弗雷一定可以让他女儿获得治疗 而此时蜘蛛他们也赶了过来 与男主进行了会合 准备前往控制室修改极乐空间数据 可就在这时 狂暴的丧彪拦住了去路 丧彪用刺刀杀向男主 好在男主的装甲也够结实 最后男主抓准时机 一个空翻将其扔了下去 随后两人来到控制室 开始进行数据传输 修改极乐空间代码 将所有人都配置了极乐空间的身份 可就在这时 蜘蛛发现 程旭被植入自毁代码 一旦执行重启 作为主机的男主就会命丧于此 在最后时刻 男主与弗雷进行了最后的告语 亲自按下了重启按钮 在他失去生命的同时 极乐空间的重启系统开始运行 一串代码过后 整个极乐空间陷入一片黑暗 没多久 等待程旭重新启动后 世界再次恢复了光明 而此时 弗雷母女也拥有了极乐空间的身份码 启动了治疗程旭 成功将其救治好了 机器人也不再受控于资本家 随后更多的穿梭机 带着医疗舱降落地球 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原本只有富人才能享有的治疗 都拥有了前往极乐空间的资格 唯一的遗憾就是男主永远离开了 他用自己的生命 打破了资本家与穷人阶层的界限 让平邻百姓也可以享受到 应该享受的服务 世界暂时进入了一片祥和 但如果穷人不思进去 资本家自以为是 世界或许仍将陷入一片混乱 你说呢 感谢观看